嗨,大家好,我是姓树娘 冬天是吃猪血的时候 吃猪血对身体特别的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猪血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猪血切成厚片 再把它给切成小块 选几颗青蒜苗摘洗干净 把头这个地方再拍一下 这样呢,容易入味 然后切成小段 很多朋友在炒猪血的时候呢 喜欢用韭菜 其实炒猪血最好吃的是用蒜苗 而不是韭菜 猪血切好以后不要着急下锅炒 在炒之前一定要先焯一下水 锅内加水,凉水放入猪血 加两片姜 大火煮开 烧至水冒小泡,把猪血捞出 焯水后的猪血更滑嫩 并且呢,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热锅加油,放入姜丝蒜片炒香 炒香后放入猪血 放入猪血 翻炒 接下来给它调味 加入生抽 炒油 加一点点盐 翻炒均匀 加入干辣椒和蒜苗 翻炒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猪血不碎并且更嫩 蒜苗炒至八分熟,关火出锅 一道冬季美食,下酒又下菜的蒜苗炒猪血就做好了 我是秀厨娘,喜欢我分享的美食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